大家好,我是善桂,歡迎來到素食好主意 上一次做了一個污漆的芝麻卷 今次做一個白酥酥的芒果椰汁糕 芒果椰汁糕的材料都是很簡單的 椰漿、芒果、糖 我今次是用粗砂糖的 大家用冰糖或者有砂糖都可以 這些是寒天粉和這些是糖霜 因為寒天粉一倒入熱水 就很容易起一粒粒 所以就混入糖霜 讓它沒那麼容易起粒粒 首先把糖煮熔 糖煮熔完就把寒天粉加進去 攪拌均勻 一環片粉都已經融光了 加上罐椰漿 記得徹底搖勻,罐椰漿才好 椰漿和水的份量總共是1000cc 將1000cc減回椰漿的容量 就等於你要用多少清水 讓椰漿略為滾起就可以關火了 接著切芒果 切芒果有很多方法 我習慣用這個方法 有些朋友切了芒果出來之後 用薄的玻璃杯刮了芒果肉出來 但我好像沒有薄的玻璃杯 所以我就這樣 各位喜歡切大粒就大粒,小粒就小粒 這裏可以用鐵匙筋刮 比較安全 如果用刀就要小心點 將椰漿倒進帽子裡 面那層已經開始凝固了 再加些芒果 加些芒果 用寒天粉做的椰漿糕 可能比較難脫無一點 因為它是比較削身一點 就可以用一支牙籤 在旁邊鬆一鬆那邊 扣進帽子裡 扣進帽子裡 扣一下 扣一下 你聽見有個膏掉進帽子裡的聲音 就已經成功脫無了 芒果椰汁膏完成了 寒天粉的質感是比較柔軟 吃下去真的好像吃豆腐花一樣 如果各位買不到寒天粉 就可以用大菜絲來做 大菜絲來做